不一样的月饼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的 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这是中药材 变身成为的养生月饼 台北这一家百年历史中药行 他们将养生圣品 西藏大花红景天 还有长白山人参 磨成粉 打成泥 放进去月饼的内馅当中 滋味居然 清甜 自然 在月饼市场中 真的是独树一格 增强体力滋补元气的 西藏大花红景天药草 500毫克就要1600元 明目宝剑的宁夏枸杞 250克就要200元 高档药材夹起来 煮成一波要花15000元 师傅却一样让 柔记馅料中 这既然全都是月饼的内馅 平常中药入月饼 你自己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奇怪 是有点奇怪 会觉得中药怎么会放在 月饼这个产品里面 这样子 对 那后来品尝以后呢 比我想象好吃太多了 一想到药材 大家直接会苦 但没想到加入月饼 意外好吃 将传统月饼换新装的 就是由清朝玉衣 月显阳一手创立的中药行 200多种独门药方 从医病救命到养生 几乎都有解决逆方 创办的月氏家族 因为只好康熙皇帝全身发痒 从此奠定了宫廷御药房的地位 开创了一个中药史上的传奇 以私家店铺供奉御药 历经八代皇帝 前后188年 在大陆已经有340年悠久历史的中药行 跨海来台五年多 已经药材 但在业者新洲 药材就是食材的概念 创造出中药辱月饼的新口味 因为红枣黑枣甚至枸杞 一般人印象其他就药材 其他就等于食材 那我们只是说将这些食材 加入我们一般的馅料里面 让大家能够降低甜度 吃到真正什么所谓的月饼的馅料 是很天然的 是健康的 走养生路线的月饼以皮薄线多 港式月饼做法呈现 讲究少油少糖味 药材的挑选更针对入车微凉天气 选用当令温补品质好的药材 像是西藏大花红景天 最有清康熙玉刺高原仙刺草美宁 清代曾经用于军队行军 为了对抗恶劣环境 用来健身一神的一种药草 红景天也好 人参也好 事实上有很多种它的等级 那我们为什么选上等的药材来做 就是说事实上有一般性的 跟上等的差别是它的香气 它的口感 事实上的差别很大 虽然好药材重量 片状红景天磨成细粉后 均匀揉进内线中 散发着淡淡清香 而将药材当成食材 最怕就是苦涩 难入口 业者选择以连绒 来去掉药材的苦味 中药材会苦 这是一般人直觉的感觉 我觉得 但是我们就是说 事实上不是每个中药材都会苦的 所以我们也挑选了很多 就是说一般性能接受的药材 要适时地把它调进去 所以就是大家根本 完全吃不出来有药材 觉得更好吃 少了苦味 甜度也稍作调配 扎实的馅料每咬一口 都能感受清甜滋味 从今天来讲的话 它是用那个莲蓉做基底 我是觉得不会很甜 还蛮香的 除了少见的红景天 料理中常用到的枸杞 也是内线主角 来自宁夏的枸杞 由于当地早晚的温差大 含糖量又于其他产地 制作时就能够减少过多调味 因为一般的做月饼的馅料 它的甜度是靠糖 或一般其他的一些调味料 那我们因为有带入这个养生概念 所以我们用一般我们的中药材 它的自然天然的那个甜度 带入这个月饼的这个馅料 让增加我们的健康 带入养生的概念 金黄色的淡酥 如红宝石的枸杞 和莲蓉内馅完美搭配 枸杞的清香 咸香的蛋黄 成为许多韬客的最爱 那它这个枸杞是 可以直接吃到它的这个枸杞的碎丁的 就不是说全面打成泥的 就是可以吃到枸杞 那这个就有特殊的一个 嚼劲跟摇杆是实际吃得到 就感觉就是很踏实 那货真价实 而特色搭配的 还有以黑枣 金丝枣 核桃 搭配的双枣桃月口味 经过去籽切丁 比例调配的内馅 吃得到Q弹酸甜的口感 而品尝月饼西湖好茶 又是另一种享受 中央行就特别准备 冲泡的坨茶茶叶 拌月饼入口 在你口感上面 就不会去跟你的这些月饼的 美味去抵触 那让你的口感 你的舌蕾 会更能够去顺畅 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 好的美味的食材 百年老品牌 其实不止口味创新 包装也独树一格 一格以往单一包装 现在一盒就能够吃到八种口味 搭上宝石红锦段礼盒 讲究的宫廷气氛 得以完美衬托 新东方美学的概念 把清朝的宫廷里面的旗袍扣 那么请了艺术大师 用手工的气氛扣 去放在我们的包装盒上 一盒上看上千元的月饼 天麻 仁森 宏景天 都是特选内线 从里到外讲求精致 要让大家今年的中秋 过得养生又高贵